金曲歌王蕭黃旗 臺上賣力開唱 展現嘹亮好歌喉 但是卻被臺下學生發現 開唱過程幾乎背對 沒有一次轉向正面 但由於蕭黃旗是視障人士 這段全程佔反了的影片 網路引起熱議 網友紛紛留言 竟然沒人擺正他 還有人說趕快去挪一下 但也有粉絲聲援 難道當時工作人員 沒有主動跟他說嗎 蕭黃旗出席的活動 就是十八號這場 位在基隆海洋大學 體育館的校園演唱 面對網友質疑 是否是工作人員有疏失 蕭黃旗本人也親自在這個影片下面 解釋當天其實助理帶著他上臺 本來定點位置是正確的 但由於臺下學生太熱情 聲音讓他誤以為四面都有人 唱完第一首歌 助理就馬上上臺跟他說了 希望大家不要怪罪工作人員 歡迎的是金曲的王 蕭黃旗老師 歡迎老師 過去出席各大場合 其實都有工作人員隨行攢伏 帶著蕭黃旗到定點 蕭黃旗因為先天性白內臟 十五歲之後是神經萎縮失明 這回戰反開場 影片曝光 他還第一時間按讚 性而幽默的蕭黃旗 過去經常大方開自己玩笑 還曾拋出過坐駕駛座的照片 自嘲來簽新車 幽默性格全粉無數 三線新聞李文宇 夏邦明台北採訪報導